国际焦点 以色列军方宣称空袭了250个哈马斯目标 炸死了多名高阶的哈马斯官员 其中也包括10月7号发动突袭以色列行动 其中重要策划者之一的哈马斯情报局副局长 不过现在以色列更把战车开进了北加萨 为地面战来做准备 传出以色列现在还要动用神经毒气 来进攻哈马斯的地道 妈妈着急追赶抬着受伤儿子的单架跑 急促刺耳的鸣笛声 现场伤的伤 逃的逃 小女孩被吓到暴哭 紧抓着芭比娃娃逃难 这一家小姐妹们不了解她们的家 为什么会被炸毁 小朋友同言同语的许愿 让人听了格外心酸 他们每天看到的都是被炸垮的断圆残壁 加萨南部大城甘尤尼斯连日来沦为以色列轰炸目标 加萨平民怒吼要为以色列说好的安全区呢 离开北部的家园 百万人往南躲空袭 没有想到炮弹如影随形 而加萨北部更已被轰成蜂窝 从以色列南端看过来 烟雾弥漫到看不清有没有建筑物 少女家破人亡 在医院情绪溃提 哈马斯指控以色列连日空袭 酿成至少7000人死亡 还包含人质 不过以色列对统计数字存疑 连带的力挺以色列的美国也说不相信 记者提问质疑 还差一点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吵了起来 以色列宣称对加萨北部进行的都是精准打击 而在当地26号首次派出坦克和步兵的行动 是要歼灭哈马斯高层 只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以色列防长再次喊出一定会站 只是现在又有独立媒体中东之眼报道 以色列和美军可能展开突袭 动用神经毒气灌进地道内救人 根据获释的老奶奶说法证实 人质可能遍布地道之中 这也是最危险的 这也是最危险的 如果真的要动用毒气 如何只瞄准哈马斯不伤及人质 恐怕又是高难度任务 报道中还指出 连美国最精锐神秘的三角洲部队都秘密抵达以色列 只是到底何时会进攻 现在压力都在以色列这一边 以色列军方说要等时机成熟 但是对人质家属来说 再等就更没希望 以色列每天都有游行 施压政府快点行动 我们想他们回来 我们在时间后 一晃眼 人质已被辱走三个礼拜 以色列军方掌握到的人质数还在上休周 民众怒火是越烧越旺 上街发声 但是偏偏 又遇上空袭警报大响 全部人赶快找掩护 像是这样的轮回都快变成了日常 人质家属甚至组了自救会 到马德里开记者会 要世界各国全力声援 人质一天没获释 以色列军方和政府的压力 就越来越逼近临界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哈马斯宣称有50名人质 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而死亡 还同骂西方支持以色列 就是给出杀人许可 由于以色列持续封锁 不让燃料进入加萨 导致现在加萨民众 得在加油站前排队等 6个小时来抢游 而现在医疗资源也濒临崩溃 不过以色列却说 明明都有燃料 就是哈马斯不给平民来使用 作战计划刚讲完 接着一阵枪林弹雨 10月7号哈马斯进攻当天 以军第一人称枪战画面最新曝光 将近三星期后 哈马斯高层官员用英文受访 解释他们的目的 号召阿拉伯世界包括真主党 一起用军事和政治力量 对抗以色列压迫 还强调哈马斯绝不承认 以色列这个国家 对于西方领袖轮流访问 以色列就为哈马斯高层 并不意外 因此哈马斯的外交盟友 找上西方联盟的对立面 哈马斯派人去俄罗斯 见了谁 谈了什么 通通保密 以色列和美国 马上跳出来反对 哈马斯积极出国游说 因为加萨走廊 现在长这个样子 不止被炸得坑坑巴巴 以色列封锁燃料进入 加油站大排长龙 而没燃料 不光是车子动不了 医院仰赖发电机 没有等于煤电 原本能救活的伤患 只能等死 却有惨况 不止加萨人自己讲 美国呼吁开放燃料援助 以色列态度强硬 特地拍片回应 眼下之意 请医院找哈马斯拿油 别跟以色列讨 不开放就是不开放 而以色列对加萨轰炸 也没停手 杜洛西总统再一次痛批 西方国家事共犯 身为西方阵营的欧盟 其实很尴尬 周四领袖峰会 成员国对以发冲突立场 自己就瞧不聋 现在我们一起 再次评论 要停以色列到什么程度 值不支持以军地面进攻 意见分歧 同时在欧盟总部外 不止比利时 西班牙上千学生 罢客响应 挥舞巴勒斯坦旗 在美国还有群众 跑到华尔街抗议 深渊加萨的示威活动 遍地开花 TBS新闻众后报道 日本的TBS电视台 驻中东记者 两年多前获准进入到了 伊斯兰圣战组织的 训练场里拍摄 直接里面的训练设施 不仅有像迷宫的隧道 镜头下也记录了 军事的实弹训练中 以以色列当作目标的模样 士兵甚至还习惯战斗 对于摆拍没有戒心 他们也被抛下了 被抛下的当地平民 才是最无辜被战火所迫及的 下车前日本TBS中东记者 交出所有能发射讯号的设备 他们要去地表上 最危险最神秘的地方 来接他们的是激进团体 伊斯兰圣战组织 再三交代绝对不能拍到脸 他们还换成对方安排的 白色乡情车前往一片未知 这是两年前日本记者 罕见获准进入加萨 圣战组织带着他们 到加萨城外车程 15分钟的秘密地点 记者也没有把握 到底安不安全 因为这里可是圣战组织 特训打巷战的练兵场 处处都是弹孔 分不清楚到底是实弹射击 还是真实交火的痕迹 戴杀声的口令 不断传来令人精神紧绷 在实弹射击场上 还把以色列的坦克图样 当作标靶 当作假想敌 以色列区方更是派无人机来监控 因为这里有极度敏感的设施 眼前就是号称 加萨地下铁的地道入口 记者还在犹豫 到底该不该靠近 突然有蒙面持枪的民兵走过来 原来是要带记者进入地道 地道内光线非常微弱 身手不见五指 记者身高大概170公分 还得弯着腰勉强前进 靠近一看地道的水泥结构 非常地扎实 天井也有很坏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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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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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OK 谢谢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不容易猜爬出地道 欢迎来 谢谢 欢迎来 欢迎来 圣战组织成员建 讲英文又有礼貌 实在颠覆印象 还接受记者的提问 侃侃而谈 他还严正澄清 民宅附近根本就没有地道 当然 当然这只是民兵的片面说法 无从查证 日本记者更是注意到 这些持枪的民兵 不仅不怕被拍 还刻意摆拍 相较之下 不必刻意就自然流露的 是已经成为日常习惯的 肃杀气息 不过看回台湾 我们国军的战力 是不是与时俱进 三军部队的年度战术总验收 就是很重要的评比标准 围棋一周的陆军 长青操演 在中部地区举行了 士兵对抗 透过限定演练 看看部队的实战能力 也看看指挥官的战术 运用跟调度 动物动动 时间一到 陆军雄狮部队 大军扶晓出阵 围棋一周的长青十七号操演 随着两六九旅的战甲车 已经各行自然车辆 大部队机动正式展开 这也是时隔六年 再次举行的旅籍对抗 队列看不见镜头 火力担当 永虎战车和CM3334云豹甲车 沿线到回军南下 突然状况下达 裁判官现场抽测 车辆行驶中 如果温度偏高 该如何处置 车组员眼下第一药物 是尽速完成车况检查 让战车能重新发动 这也代表操演 是现在进行事 后勤保障行不行 实际拉出来你才知道 你才找得出 你存在些什么问题 那曾经操演在磨练 就是这个部队 他的野战用兵 那看起来好像在磨练部队长 他的用兵思维 还有他的战术作为 那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他事实上是一个全方位 对于野战部队 他的一个总验收 继续前进集结地 待命节令出击 假想对手是陆战队九九旅 两支部队一北一南向对方奔袭 对抗地点设定在装台湾 双方武装比较 两六九旅是机械化步兵 搭配甲车执行装部战斗 陆战队虽然没出动AAV拐 不过战车和火炮火力略占优势 所以双方的编制虽然有所不一样 但是在演习前 统裁部都会把它调整到 让双方的战力 是属于盖等的状况之下 那早期我们是使用人工仲裁 那现在我们有很多工具 譬如说我们有这个 机梦部队指管系统 它里面会有一些资讯系统 可以利用它来做比较公正 比较客观的评分 包括瑞治专案 陆军最新的指管系统 到底管不管用 在此也一并接受验证 长途跋涉之后 其中一场遭遇战 在云林台西相间展开 无人机升空征搜 协助指挥所掌握前线敌情 以便下达决心处置 是我右前方时空指数 指示警戒 后方辽工顶处为台西北极电 一围引指挥所 几步牌官兵 以命令行动 长目标区前推 开始下车战斗 不过众所期待大场面 陆军陆战正面对决 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这场操演 更像是真人版兵棋 用意是验收指挥和战术 他的训练的相关的准则 分别虽然是取材于美军为主 但是即使是双方的 可能指挥官都可能都在战院受训 或者说是子参学院受训 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些 用兵的理念是不完全一样 那么进行这种跨军统之间的 非常远期 对彼此的话可以检验方方的 这个不管是准则 或者是任兵概念 我们讲说攻击防御 遭遇追击还有转进 甚至于情报运用 由石军团担任演习统裁 攻守角色不是绝对值 而是依照当下战况来判定 进入追逐攻防战 如同空军天龙操演 和海军海墙操演 长青操演属于年度战术总验收 从师级对抗演变而来 为了求胜还曾出现非典型做法 不管是餐车或者后勤部队 进行拦截或者是 破坏他们的后勤部队系统 那个都曾经造成两边之间 一种不厉害的一个经验 不过同一年发生重大事故 此后大多改为指挥所演练 近几年角色缩小 原因除了疫情 还有成效被质疑 特别是联合作战 是当前主流 一般我们汉光演习 或是说平常的战备月 战备周 我们的作战计划演练 第一个它是在我们 所赋予的作战地境列 但是这种对抗操演 它脱离它原本的补保体系 所以这些所有的资重 都必须要带得走 它是能够充分考验 这部队的全方面的战力 不论反登陆或是反特攻 防卫作战要成功 部队得先备变执行力 要掌握到哪一条路可以过 哪一条路能通行 哪一条路能承载多少 哪个地方有改变的 尽可能其实是都要把这些资料 掌握更新到最新 这样子才对部队未来 拉出来机动或者作战 其实是有最大的帮助 操演重点不在于输赢 而是官兵本职学能 能否确实内化 就算大敌当前 林郑也能不乱 TVBS新闻 张崇敏 陈如涣 朱光 和叶玉甫 云林 新竹才能够 不晓得观众朋友 有没有感觉大环境的万物起涨 只有薪水没有动呢 根据调查发现 超过八成的员工认为 忍耐三年就是底线了 更有超过八成五的年轻世代工作者 认为如果三年都没有调薪 就会考虑转职 整理好文件资料和同事确认细节 对于业务上手又熟练 看不出来今年37岁的法兰 来到这间公司任职 仅有半年时间 这个工作的形态比较稳定一些 就是我的 我比较有办法去分配 我的工作跟生活会比较平衡一点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 就是薪资的部分 我大概也有到百分之五的涨幅 那一方面来说 可能会略低于 我们对于转职的时候的期待 但是综合评估起来的话 我还是去做了这个决定 虽然加薪幅度没有到很可观 但是综合评估下来 也算是成功的转职 摊开调查发现 有百分之八十点二的人认为 三年就是不调薪的忍受上限 如果薪资三年没涨进 就会考虑换工作 进一步细看 00年代也就是目前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三年内如果没有调薪 就会考虑离职者 就有百分之八十四点四 而至于90世代 三年内没有调薪 就考虑说白白的 更是高达百分之八十七点六 有几个小技巧可以提醒 第一个就是可以跟主管问一下说 请问一下我应该要怎么做 考机会比较好 然后还有可以获得公司的肯定 然后有机会可以调薪或晋升 第二个就可以说 跟主管主动要求说 我在工作上感觉 我好像还可以再接更多 比如说是不是有重要的任务 专案可以加入 这样子可以创造比较多的加薪机会 什么都在涨 总不能只有薪水没有涨 尤其边境解封至今满一年 消费反弹百业复苏 根据问卷统计 从劳方角度来看 自从去年十月十三号 边境解封之后 任职公司有替自己加薪过的 比例仅占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二 但如果是以资方角度 确实有百分之六十点八的企业表示 是有替员工加薪过 整理来看我觉得可能其中 大部分绝大部分还是这个 看员工的这个绩效来加薪 并不是说这个就齐头是加薪会比较多 这样子 因为毕竟景气现在看起来是 用加薪留住人才也是要解决大环境缺工问题 经过调查也发现百分之七十四点二的企业 有真才计划 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点一的资方坦言 目前是属于缺工状态 而且这当中又有百分之三十八点八的公司指出 其实人力状况是达到了异常吃紧 而针对释出的相关职缺 资方愿意增加的平均待遇为百分之九点三 加薪的一个方式并不是完全能够解决缺工的问题 因为以这个餐饮业来看的话 他即使是加了百分之九百分之十的一个薪资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这种科技制造业的 这个薪资来比较情况下 要完全解决缺工问题 并没有那么的容易 可能试着也要比如聘用一些这种 中高龄劳工二度就业妇女 来解决人力缺动问题 缺工时代也是通膨时代 当万物起涨 不能只有薪水原地踏步 电视新闻 于姓汉陈文月台北采访报道 护理师人力荒始终没有解决 而让护理人员出走的原因 除了三班制让日夜颠倒之外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薪水太低 虽然卫福部宣布将补助医院护理师夜班费 但很多的护理师表示不认同 因为日班的人员可能会有人力短缺问题 阿嬷 我们来加油了哦 在万方医院内科病房工作的朱宜珍 拥有12年的护理师经验 从一早替病人发药 凉血压协助医师查房 还有庞大的行政工作 责任重压力大 每日工时超过8小时 是常态 那我们正常来讲上班时间的话是早上的8点 但是我们大概7点半的时候就会限到单位执行点班 才会开始执行我们今天的成间护理 那我们成间护理就是除了发药 凉血压 然后还会有就是伤口患药管路的护理 白班其实是三个班别里面 杂事最多事情最多的班别 但是其实白班是三个班别里面薪资最低的 台湾受护员工平均薪资是4.7万元 医事人员6.7万 而护理人员仅4.6万相对偏低 薪资跟付出不成正比 让越来越多护理人员感到灰心而离职 以我自己来说好了 我从近来到现在 我们的薪资涨幅其实是蛮有限的 我们可能大概会落在3万9到4万出头 那我现在的话大概就是4万2到4万4的部分 相较外面的一些像比如说洗身诊所 或者是像一些区域的医疗院所来说 我们的薪资其实是算偏低的 所以这也是一些同仁离职的原因之一 根据卫福部统计 全台每年流失约5000名的护理师 目前仅靠18.6万名的护理人员 在支撑全国的医疗体系 而离职原因除了三班制生活作息不正常之外 薪资太低是主要原因 明明在医院里人数最多却不被重视 长期低薪在于健保对护理人员给付明显偏低 成为医院最弱势的一群 其实我们的健保实施也很多年了 那整个来说就是医院的收入 其实在台湾而言应该健保还是一个很大的来源 那这最主要的来源在我们的整个给付上面 其实也是实施了多年之后才开始有一个名称叫做护理费 但是它涵盖在所谓的病床费用的里面 那并不是像有一些药师 他们就有处方的一个审核 那多少处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费用的收入 这些收入不是直接给到个人 那所以护理的薪资其实不会因为业务量的提升而跟着有所异动 那这样确实就会造成人员工作上的一个不满意 第一个是我们的健保给付不足 我们现在健保的给付的点数就很低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医院拼命的在剥削跟压榨我们护理人员 不给我们加班费不给我们调薪 然后把这些的钱拿去带一家又一家的医院 疫后全球掀起护理师离职潮 但欧美先进国家纷纷祭出高薪 对外聘请护理师 有的赴美职业年薪至少150万台币起跳 是台湾两到三倍 护理师工会全联会就建议政府提拨经费 替医院护理师全面加薪 每人每月加1万元 连续两年即保障年薪70万 改善薪资结构留住他们 那因为现在只有4万6 那人家其他只都6万多 那我们是说这一两年来 如果能够让我们的护理师 在医院上班的这一群人加1万块 他是不是就变到5万6 那5万6我们用两年的时间 然后医院也相对能够提升一点薪资 那我的护理师的薪水在这两年 有没有办法提到5万到6万 对于护理师要求全面加薪 卫福部长薛瑞源近日指出 预计先针对夜班给予额外4至5成的加紧 最快明年元旦上路 但只增加夜班津贴 对于上白班的门诊护士 依然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们认为他应该改成轮班津贴 你每一个人只要你有轮班 你就应该享有这样的一个津贴 白班的这个费用多或少是一回事 但重点是 可以造成大家有被剥削的感觉 越来越多人变成护理界逃兵 当务之急 是将三班护并比立法提高薪资待遇 对症下药才能留住护理人员的心 TVBS新闻 颜瑞生张志明 刘燕轩台北采访报道 内政部打算推薪平改革 第一个目标就是新建案的停车空间 因为新建案的停车场 常常有灌水的情形 把贫数转入到大公社里 但专家说如果推动改革 未来可能一定会转嫁到单贫房价上 车辆进出停放爱车 社区建案像这样地下停车场相当常见 买卖房屋停车场评数也是关键 通常也会左右整体房价波动 买房子评数很重要 每评都不能少 而且现在有很多建案 在这个停车阁的评数会更加看重 有些会移挪到公社比 也让现在买卖房屋的市场出现了微妙波动 买房也会考虑车位 内政部抛出虚评改革 停车位评数可能成为关键 这次的改革从公社比过高的问题着手 将改革停车场评数 将车道灌入大工的问题 大工指的就是大公社比 避免停车位被虚灌评数 其实现在还蛮多的新建案 包含就是近五年十年的房子 停车位的公社灌到大公社的状况产生 这个就是造成消费者会越来越在意 为什么这间房子的公社比这么的高 大部分原因就在这里 新建案停车位评数怎么看 房地产业者表示若新建案的一个停车位 实际评数是12平 以100个车位来看总面积1200平 但新建案在销售车位的时候 通常以每个作为单位 并非按评数计价 若每个车位登记5平的时候 相当于销售出去的车位面积是500平 另外700平面积则被列入大工 列入大工实际购买差很多 因为对于有买车位的民众来说 等于买车位又额外负担还有车位面积的公社 没买车位的民众没有使用 却也跟着负担公社价格 算下来不论有没有买车位 民众都不愿意负担之类的公社费用 也加深建商的灌水疑虑 未来内政部从事所谓的虚评改革 将这个弹性拿掉的话 那很多的业者可能在弹性比较 没有办法那么大的状况之下 相对而言对于一些非必要的公社设施 他就不去做一些新建 那也实际上来说的话 就是在一个年限之后的建案 他的这个虚评的面积也会相对比较少 房价高涨民众对于公社比 当然也会更加看重 内政部期望将新建案公社比 将到25%到30% 但房产专家来说 虽然账面上公社比减少 但建商的建造成本还是存在 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后仍会反映到房价上面 虚评改革执行之后 势必可以压缩这个公社比的比例 但是虚评不计价 建筑成本很有可能就会直接 进入到这个所谓购买的这个评书内 所以单评的这个单价势必会拉高 那在推行之后 当然对区域的这个市场行情 可能都会有一些波动性的影响 未来这种现阶段 在这个虚评改革之前 相对公社比例比较高的个案 或许在未来的市场上面 交易的状况会变得相对比较弱 虚评改革修法美意 但难以溯及过往 就有建物新建案评述 如何处理 如何分段实施 需要更多配套 红发政府端出这盘牛肉 还有的调整 TPN新闻张志明来 台北产报导 国旅的住房被说太贵 品质又太差 引发很多的讨论 不止影响外国观光客来台的意愿 很多台湾人也认为 不如出国旅游去玩吧 有专家就盘点台湾的观光 有四大致命伤 人坐在车子里面 长颈鹿从旁边经过 还有斑马探头来要食物 野生动物跟你没有距离 詹杰祥刚从泰国旅游回来 直呼太好玩了 我们就搭了游览车进去 然后可以亲自很近距离的 接触到动物 非常好玩 那台湾其实比较少 有这样的一个行程 因为大部分都是远观而已 不只是好玩还有好吃 大蛋美食酸辣鱼汤 出国一趟 让他觉得比国旅还划算 几乎每天都有去按摩 包含泰国的按摩两个小时 也只有台币大概六百块左右而已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CP值而言就非常的高 国旅真的好贵 饭店住一晚动辄万元起跳 有民众廉价出游 三天两夜的顶级饭店 三个人就花了16万CP值极低 网友普遍认为 玩国旅还不如去日本 国旅的部分的话 因为住宿大部分 我们要住好一点的饭店的话 大概一晚都五六千起跳 那因为出去玩 大概一住就住个三四天了嘛 那个旅费会相当激人 可能就是起跳就两万块了 但我们去越南或者是泰国啊 我们住了大概三四星级的饭店 其实都还不错 一个晚上也才一两千块 甚至是两三千块 疫情过去各国观光升级 但国旅还在原地打转 领队小雨第一手观察 世界各地的景点全部塞爆 而如果你选择留在台湾玩 塞爆的只有交通 在台湾会比较多是塞车的问题 如果到花东的话 在这个雪碎的话就开不过去了 专家认为国旅措施 疫情期间的转古期 除了交通不便 缺乏配套更没特色 老街走到哪里都长得一样 台湾的旅游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碎片式的 就是它比较没有一个整体性的感觉 就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些文化积累 所以我们可能都是这种打卡式的 就到现场去 然后一些景点 然后吃个美食拍个照 所以其实好像我们在国内旅游 就是换一个饭店 然后吃一样的东西 如果以欧洲来讲的话 这个景点的话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都是非常非常著名的古迹 旅行社来讲的话 去欧洲玩十几天 甚至团费不用七八万 国内的假日或是国定假日 廉价的饭店 有好一点的民宿 或者是说好一点的饭店 价位都要到好几千 甚至上万跑不掉 其实台湾房价并不是亚洲最贵的 国际定房网站资讯显示 新加坡平均房价九千一百六十九元 香港八千零八十九元 日本和泰国平均房价五千六百五十六元 四千九百一十一元 都高于韩国的四千五百五十元 和台湾的四千四百一十一元 但民众体感上还是认为 台湾旅游价格高于日本 关键就是台湾人通常选在廉价 或周末出游 尖锋时间特别贵 饭店者会就是强调说 他们没有 他们因为就是台湾是那种荒稀式的 就是平日都没有人住 可是就家了才可以赚得回来 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理由 因为同样的 我自己就是在全世界到处都玩过 那我真的是没有遇过台湾 找不太到地方住 或者是说 它的性价比如此之低的一个情况 根据观光局统计 今年上半年旅馆业每晚平均房价四千六百一十八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五百七十二元 涨幅百分之十四点一四 一般旅馆每晚平均房价两千六百四十七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一百九十八元 涨幅百分之八点一 结封后旅游潮爆发 物价成本工资提高 缺工等问题都是房价创新高的原因 疫情后大家没有看到就是国律的升级 但反而看他们就杀鸡取乱 就想要把疫情之间的这个就是损失赚回来 在某些活动的时候 比方说高雄有很多野餐会的时候 很多那种很破烂的商务旅馆 然后就会开到三万多块的价格 那这种更是让民众会觉得 就有一点是在拿很低俗的餐点 然后在卖很高级的价格给我们消费者 那我们又不得不吃下去 因为我们就是需要这些房源嘛 并不是要畅随自己 只是如果都差不多的价格 国旅和出国你会怎么选 TVB的新闻情绪讲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有听过在胃食症候群吗 像是厌食症长期营养不良的病人 如果突然给大量营养素 很有可能会导致致命 在胃食症候群指的是 因为营养不良的病人 在刚接受积极营养治疗阶段 因内分泌的快速改变 发生电解值异常 低血糖或是维生素缺乏的现象 除了引发代谢异常 最严重甚至造成死亡 只要在数日之间 进食量大幅下降 或是诊断恶性肿瘤 酒精成瘾 厌食症 甚至是一般老年人都可能会发生 电解值异常以低血钾与低血磷最常见 重度低血磷会引起横纹肌溶解症 心肌病变 甚至是心率不整等严重病发症 营养不管对于健康人或病人而言 都是相当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营养状态会直接影响到 病况恢复的状况 所以面对营养不良的病人 会积极的给予营养治疗 希望加速病人的恢复 不过这要小心 有时候会对病人造成伤害 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在冠食症候群 历史上有名的诗人杜甫 那他在历经饥荒之后 开始禁食 那不久之后就暴病 那现在的营养的专家就认为 在杜甫那时候可能是死于 在冠食症候群 在长期营养不良或过度销售病人 他们身体大量的缺乏营养素 那你如果突然给他大量营养素 会过度去活化病人的营养代谢系统 过度活化营养代谢系统之后 会造成病人电解质的不平衡 以及酸碱的不平衡 那这严重的时候可能会致命 在卫石症候群呢 他指的是像发现在比较严重 就是营养失调的这个病人身上 特别是觉得很久没有进食啦 等等这样的病人 当我们开始正常进食之后 因为大量的这种葡萄糖 然后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分泌 那我们胰岛素分泌之后 就会产生很多就是代谢上的这些问题 甚至还造成我们这些电解质的不平衡 在卫石症候群的治疗策略 手中在积极补充电解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并密集监测显一种电解质的变化 至于营养给予的部分 不论是肠道营养或是静脉营养 也都是强调低起始热量 也就是在最初48小时内 只要达到每天每公斤5到10大卡即可 之后再逐步提高 目的也就是要避免前面提到的 严重合并症的发生 通常就是饥饿很久的病人 比较容易去得到 那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体重是很低的话 也比较容易去得到 此外像孕妇 然后老人 或者电解质不平衡的人 或者小孩子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也比较容易得到 在临床上面比较常见 例如像癌症手术的患者 或长期癌症的这些患者 比较偏晚期的患者 甚至有些手术的后的一些并发症 那这类型的患者族群 会有重要一个特点 就是三滴一高 所谓的低血淋 低血甲 低血美 高血糖 这个三个 三滴一高的一个特色 那这三个特色 若彼此没有产生平衡的话 或者是营养及体液 适度的补充的话 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 医师提醒 在喂食症候群带来的伤害 要避免病人死亡 正确观念非常重要 就是要咨询营养师或医师 避免在喂食症候群 引起并发症 TVBS新闻 肖明强 廖广斌 蒋世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